Hello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给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我给工作室买了一台索尼的FX30作为工作机 但是呢我自己却买了一台富士的XH2S作为平时自己用的机器 关于FX30和富士的XH2S的节目呢我之前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大家做了全面的评测 当时我的结论是FX30它作为一台工作的机器性价比非常高 而不推荐大家买XH2S这台机器 但是为什么我自己却买了一台XH2S自己用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聊一下我的几个理由 以及我到现在为止使用XH2S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是怎么解决的 首先就是价格问题啊 我之前一直不推荐大家去买XH2S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台机器价格比较偏贵 发售的价格是16700块钱 接近17000了 在这个价位的话 你有全化幅的索尼A74可以选择 再往上你拍视频可以选择索尼A7S3 再往下你也可以选择加农的E4R6或者是加农的E4R7 甚至是索尼FX30选择非常多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现在XH2S在二手市场上价格已经降了很多了 这台机器价格我是几乎全新购买的 只要13000多块钱 所以我觉得相比发售价17000来说 便宜的几千块钱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已经在节目里面说过了 富士这回XH2 XH2S 包括XT5 使用新的对焦系统 相比过去富士的相机 不管是对焦性能也好 对焦的稳定性也好 对焦的智能性也好 都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 虽然说跟索尼或者佳能的最新对焦系统没有办法比 但是我觉得已经达到日常可用的程度了 像以前富士相机 你就平时拍照片或者拍视频 你都有大几率的抽风对不上焦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可用的状态 但是XH2S 我日常不管是在拍照也好 拍视频也好 即便是使用富士原厂的这种 对视频拍摄优化不是非常到位的 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搭配XH2 搭配XH2 他这个名字太他妈绕扣了 搭配XH2S 使用的时候 对焦稳定性也有相当的提升 反正对于我日常拍摄 平时使用的话 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之前租了一台富士的XH2 它虽然说是4000万像素的CMOS 但是经过我自己的评测 发现它所能够提供的解析力 相比于2400万像素的 索尼的ZV10 和2600万像素的FX30来说 并没有非常明显巨大的提升 相比于全画幅的 4000万像素的相机 差距还是有点远 再考虑到XH2 它在视频拍摄性能上面 有一些不太能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就没有考虑价格更便宜的富士的 XH2 即便是使用高像素拍摄模式 它的成功的几率也很低 对于拍摄的环境要求非常苛刻 所以我也认为是日常不可用的状态 因为我现在对于拍摄照片的解析力 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XH2S相比于XH2来说 它可以提供超采样4K6帧 以及画质非常好的4K182帧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再考虑到XH2S 我购买的价格相比于全新的XH2来说 并没有贵太多 差价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 XH2S能够给我提供我需要的功能 我肯定自然会选择XH2S 作为日常拍摄使用的机器 这是我没有购买富士XH2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XT5的话 虽然说我没有长时间的使用评测过 但是我有借朋友的机器体验过 画质跟XH2是一样的 但是视频性能相比于XH2来说 有一个进一步的下降 我自然更不会选择富士的XT5了 包括它的操作也是偏传统的拨盘 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操作模式了 刚刚是没有选择XH2以及XT5的原因 我没有给自己选择索尼的FX30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在FX30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讲过 索尼FX30这台机器 拍摄视频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拍摄照片简直就是个残疾 只有单张拍摄 只有电子快门 反正这个功能感觉就像是送的 但是XH2S它的拍照片的功能是完善的 有连拍的功能 有机器快门 有电子前连快门 等等等等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相机 你不管是拍照片也好 拍视频也好 两头都能兼顾 但是你用FX30去拍照片的话 你就觉得特别的难受 所以考虑到这两台机器价格 现在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FX30的话 现在二手可能 1万2 1万3能够买到 而XH2S 1万3 就差了1000块钱 我肯定会选择拍照功能 更加完善的XH2S 因为这两台机器的像素 都是2600万像素 虽然说 XTrans的排列解析力 是不如Abit 但是我觉得差这一点 解析力问题也不大 当然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我之前在FX30节目里面 给大家促操过 就是FX30它的系统操控 是专门为拍摄视频优化的 它的自定义模式也好 曝光参数更改的方式也好 包括摇杆 也是在机身的上方 所以如果你以传统的方式 去使用FX30的话 会觉得特别难受 但是XH2S它的机身的操作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 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讲解过 有位又拍一些照片 又拍一些视频的摄影师 专门优化过 我最喜欢的就是XH2S上面 有7个自定义槽位的拨盘 这个拨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设置成静态照片的自定义模式 或者是视频的自定义模式 同时它也有跟佳能一样的 自定设置更新的功能 所以我在外面完全根据自己 需要灵活的定制这套自定义模式 根据现场的环境 快速的调整拍摄策略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XH2S的 这套机身的操作逻辑 以及工作方式的 而FK30的话 它只有三个自定义槽位 而且切换这个自定义槽位 是需要使用具体的按键的 反正用起来比较难受 因为我们工作室 主要是以拍摄视频为主 基本上不怎么拍摄照片 但是对于我来说 平时照片和视频 都是有一些需要的 在价格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使用XH2S这种功能性能 以及操控更加全面 更加符合我拍摄和使用需求的相机了 拍摄视频方面的话 XH2S相比竞品的相机有比较大的优势 比如说虽然说FK30和XH2S都有4K6帧超台样 但是我给大家做个画质的比较 XH2S的4K的模式下 它的画质显然是要比FK30更好的 甚至是4K120帧的模式下 区别非常的明显 包括XH2S它还有一个3比2的 开窗的6K的模式 如果你使用一些变形镜头的话 你可以把它给还原成16比9的模式 所以在纯视频画质的性能方面 XH2S相比于FK30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但是怎么说呢 对于我们工作室来说 FK30稍微差这些的画质 其实对于日常拍摄的内容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使用的话 我肯定希望我平时拍摄到的照片也好 视频也好 可以获得更好的画质 相比于加拿大U3S来说 XH2S有超采样4K6帧以及4K120帧 你考虑到EOS R7它只有一个没有超采样的4K6帧 甚至没有4K120帧 XH2S只比EOS R7贵个三四千块钱 我觉得这些多出来的性能 是值得我去花这些钱购买的 因为我日常拍摄视频的话 确实对于超采样的4K6帧 以及4K120帧是一个硬需求了 而且还要考虑到现在加拿了 APS-C画幅的RF卡口的镜头 只有两颗 RF式的XH2S的X卡口 原厂镜头我就不说了 选择很丰富 最重点的就是现在的副厂镜头 非常开放选择非常多 比如说前几天刚刚发布的 试码的X卡口的18-50F2.8镜头 当然之前也有 围桌的几颗1.4光圈的镜头 包括之前给大家做过节目 还没有发布的75毫米F1.2 等等等等 这些相比于RF卡口的优势来说 平时常用焦段的镜头 你基本上都有副厂的替代品 这些副厂的镜头 价格都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我也搭配XH2S使用了 甚至有些镜头的对焦的性能 还要比原厂的镜头更好 相比于佳能现在 还不断的在起诉副厂 让他们下架RF卡口的镜头 转接环 我认为在X卡口镜头的选择上 未来的选择肯定会更加的丰富 所以考虑到 以后购买更多的镜头 XH2S我认为是一个 比较明智的选择 XH2S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它有一个双卡槽 但是双卡槽第二个卡槽 它用的是这种 CF Express Type-B的卡 这种卡我之前有专门出节目 给大家介绍过 你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 去购买这种 所谓的DIY的定制卡 像这种1TB的卡 只要1000多块钱 但是如果是索尼的相机 你就必须要去购买 CF Express Type-A的卡 这种卡的话 即便是现在有像 TopSSD这样的国产的厂商 但是相同的价格 你大概也只能够买到 100多G的容量 所以如果你平时拍视频素材 照片素材比较多 而且需要写入和读取速度 比较快的话XH2S使用 CV Type-B的卡 性价比显然是更高一些的 最后一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富士相机的直出颜色 不管是拍摄F-Log 还原709也好 还是说直接使用 富士相机内部的胶片滤镜也好 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说 富士的相机颜色非常的好看 非常漂亮 非常喜欢 虽然说佳能和索尼也不差 但是相比之下 还是富士的相机更有优势 这个其实可能大家平时用的时候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一旦你帮别人去拍照片的话 如果跟别人有比较的话 大多数人都还是会选择富士的相机 包括富士的机器 它的显示屏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给别人直接看 这个颜色特别的喜欢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富士相机 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好 我们说完了XH2S相比 其他竞品的机器的一些优势 其实我之前在XH2S的节目里面 也给大家说过富士相机很多的问题和短板 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没有解决 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碰到这些问题 我自己是怎么消化处理的 第一个就是 现在富士相机里面这套系统 还是沿用了过去富士很久的一套系统 虽然说在里面每个选项的位置 我都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仍然不是触摸屏 包括外面的Q菜单的使用体验 也依然是非常差劲 相比现在索尼的FX30 都有一套全新的操作系统 而且都支持触摸屏 更不要说跟加能的操作系统来比了 所以在平时使用XH2S这台机器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感觉它的操作是不如 索尼的相机或者加能相机快的 以及我使用XH2S这台机器 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找到一个 可以快速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更改ISO的方式 你像索尼相机或者加能相机 你直接可以设置一个拨盘来直接控制ISO 但是像XH2S的话你必须要按ISO按钮才可以弹出来这个菜单来调整 并且调整这个波轮的方向还是反的 这个正反的方向也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用起来有点难受 但是怎么说呢 考虑到这台机器的价格以及它其他方面的优势的话 我只能说平时还是在不断的适应XH2S这台机器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用习惯了你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吧 因为你平时自己用的话 其实你对于这个操作的速度啊 灵活性要求没有那么高 日常拍摄的话节奏稍微慢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在XH2S的节目里面给大家说过的 复制相机到现在为止在视频拍摄模式下都是没有追踪的功能 你只能够通过对焦点来去提示这台相机你要对到什么地方 但是实际的拍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算你把对焦点移动到左边 它也会自动的在整个画面的右边去选择一张人脸对焦 真的太奇怪了 反正这个就是你没有实际拍摄过的话 你可能不会感觉到它的问题特别大 XH2S的对焦点是基本上不听你的使唤的 但是我怎么解决呢 你就只能够说临时的把人脸识别这个功能给关掉 通过手去不断的点击触摸屏更改对焦点的位置来解决 这个其实对于工作以外的拍摄来说问题不是很大 对这个要求不是很高 如果你是在真正拍摄活动或者是其他一些转瞬即逝的拍摄场景 这个是完全没法用的 但是我还是说了XH2S就是我日常使用的一台机器 其实对于这种快速的更改对焦点 以及它更准确的更改对焦点 要求不是很高 日常拍摄如果你只是拍摄一两个人 或者是有大量的充足的时间去让你调整对焦点的话 我认为XH2S选择人脸 这个不算是太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XH2S过热的问题 如果你长时间拍摄4K6帧 即便是环境温度不是很高 它也会可能大概拍摄半个小时 就提示你温度过高 就不能再继续拍摄了 但是作为一台日常使用的机器 你的拍摄的强度肯定不会跟活动拍摄 或者是工作拍摄一样的 日常出去旅拍 或者是平时拍摄的话 不管是拍4K6帧还是4K100帧 我都没有遇到过XH2S机身过热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这台机器它的发热控制是可以满足我平时拍摄的需求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给工作室买了一台FX30 因为它们的平时的拍摄强度非常的高 中间是不允许温度过高影响拍摄的 但是对我平时拍摄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是XH2S的防抖也比较一般 但是怎么说呢 由于它是一个APAC画幅机器 而且你可以搭配一些APAC画幅的镜头 其实日常使用的话是可以搭载中型的稳定器拍摄的 拍摄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 再加上使用稳定器的话可以有一些运镜 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吧 如果你像活动长时间拍摄 你举一天很重很大的稳定器 再加上一些大光圈的变焦镜头 那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怎么说呢就是考虑到你平时拍摄的强度 对于器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较轻巧的器材你就可以举的时间更长 大型的重型的器材对你体移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 当然还有APAC画幅相机的画质的问题 我说过了 就是在很多日常拍摄的情况下 它都是偏白天 所以其实全效幅跟APAC画幅的画质的区别 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你要是觉得画质差一些的话 你使用更大一挡光圈的镜头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现在很多副厂的1.4光圈的镜头 很多很便宜 收一挡光圈F2 不管怎么样都是跟全画幅 恒定F2.8光圈的镜头画质差不太多 所以我觉得日常拍摄是足够使用了 即便是你在光线稍微暗一点的情况下 你使用大光圈的镜头 也可以很轻松的提升你的画质 当然如果是一个极限的拍摄环境 我肯定会选择现在真的用的A7S3 或者是全画幅的相机了 但是我考虑到我日常大部分情况下的拍摄 都是在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拍摄 所以我觉得它跟全画幅相机插这么一挡的画质 其实影响不是非常的大 我在使用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会更优先去考虑它99%的情况下的优势 而不是去考虑1%的情况下它的劣势 还有个问题就是 虽然说富士原厂的镜头 现在非常的全 包括新上的很多新的1.2光圈 1.4光圈的镜头 但是这些镜头价格都非常的贵 而且都是APS-C画幅镜头 5-6000块钱 6-7000块钱 相同的价格 你可以买的全画幅的真正的1.4光圈的镜头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不买原厂的镜头就好了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富长的镜头 虽然说比较便宜 但是它们的画质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也去专门比较了一下 这些镜头跟原厂镜头的画质差距 我认为这一点画质的差距是可以接受的 相比原厂动辄六七千块钱的价格 一个富长镜头一两千块钱 只要三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的价格 差着一点点画质 我是真的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再加上现在很多的富长镜头 像围着13 1.4 75 1.2 包括试马这颗18到50 f2.8 画质已经非常不错了 所以我的解决方式就是买富长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想用原厂镜头 比如说像50 1.0 非常好的镜头 一万多块钱 你想用怎么办呢 如果你在上海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富士的旗舰店租一颗 我给大家说这颗镜头真的贼便宜 我租一天的价格只要50块钱 比买白菜还便宜 所以如果大家在上海的话 可以考虑去租镜头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富士的很多的镜头 都没有专门为拍摄视频做一些优化 比如说51.0 它的对焦的马达比较慢 甚至是很多人在吹牛逼原厂的18-120 电动变焦镜头 连齐焦的功能都做的不是非常完善 所以看得到虽然说XH2S 在拍摄视频的性能方面 机身上已经是第一梯队 甚至是超第一梯队的 但是镜头是跟不上的 不过怎么说呢 我刚刚说了 我们日常拍摄的时候 对于对焦的稳定性 对于对焦的速度 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你如果刚刚没有对上焦 大不了重新拍一次 补一条就可以了 所以我还是可以接受原厂镜头 对于对焦优化 没有那么好的问题 当然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原因 就是一些副厂镜头 它们使用的对焦马达 都会更好一些 甚至这些副厂镜头 它的对焦性能 再搭配到XH2S的机身上 反而还要比原厂的镜头 对焦性能更好 我之前不是给大家介绍过 Fringer的转接环 它转接佳能EF卡口的镜头 通过转接的情况下 它的对焦的性能 都要比富士原厂的镜头更好 就说明真正的瓶颈 不在于富士XH2S的机身上 而是在于富士原厂的镜头上 好 关于我为什么买了一台XH2S 原因就给大家讲到这边了 就是这台机器 它的优势和短板 都是非常的明显 我考虑到我日常拍摄的需求 和平时工作室拍摄的需求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日常拍摄的需求 XH2S可以更好的满足 但是它的一些短板 比如说过热问题 比如说它的对焦性能的问题 在工作拍摄的环境下 是不能够容忍的 所以给工作室买了一台 Sony的FX30来使用 所以大家在平时购买机器的时候 也是优先要考虑到 自己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这台机器 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如果它能够恰好地 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 并且缺点也不影响 或者说你可以 接受这些缺点的话 这样的相机 才是更符合自己的使用的 你这个钱花的 就会更加的合理 好吧 希望这期节目 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好 关于我为什么 给自己买了一台XH 好 关于 卧色 XH2S XH2S 他们的XS10 什么什么 我觉得给你说 这个他们真的可以 做一个绕口令 打东边来了个 XH2S 打西边来了个XPro3 手里说 你的XS10的性能 不如我的XH2S 神经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